庆功宴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最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清炖羊肉和烤羊肉串 环境就是这样 我们基本上每一口井都是这样的环境 荒郊野外 周围也没有人 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短 在几乎所有北方城市 清炖羊肉都是冬季暖身滋补的必备食物 而对于新疆人来说 清炖羊肉更是平日里最常见的一道美食 尤其新疆地产的绵羊肉 肉质细嫩香而不搀 选新鲜带骨有一点肥的羊肉 切大块 先用开水烫一下 除去浮沫 再用小火慢炖 到肉熟七分的时候 把大块的胡萝卜 土豆 洋葱放入 继续炖煮 每年开始就是一上转 转盘一转起来 所有的人基本上那个心都是在嗓着 我们这是一个高风险作业 只有顾湾景 到了今天湾景的这一天 才是我们全队放松那一天 心情特别 戈壁滩 戈壁滩上 景队的庆宫宴开始了 完成了目前这口景的收尾工作后 景队又要搬家赶赴下一个区域 开始一口新景的钻探工作 这一年的春节 恐怕又要在井上过了 考虑再三 崔瑞东决定暂时先不告诉队员们这个消息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属于石油工人的轻松与快乐 也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夜晚 崔瑞东舍不得让他结束得太快 而年轻美丽的克拉玛依 就是被这些与石油为伴的人建设 被这些与玉石相伴的人扮美 被这些时时刻刻热爱生活 勤奋工作的人点亮着全新的辉煌 与未来 夏天的来临给哈密带来了更多的游客 人们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必然是品尝一口中外文明的哈密瓜 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哈密 今天请大家品尝的哈密瓜是西周密17号 它的含糖度是15% 晚饭后 班俊峰开始为明天的哈密瓜宴准备哈密瓜干 晾制哈密瓜干的方法很简单 将新鲜哈密瓜淘子去皮后 切成四五厘米宽的瓜条 挂在铁钩上晾晾 用牙签分开瓜片为的是晾晒均匀 哈密下夜里干燥的空气和微凉的晚风 会帮助哈密瓜完成脱水蜕变的过程 作为哈密最早的哈密瓜宴研制者 班俊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已经创制和规范了哈密瓜宴 并作为哈密的代表宴席 风靡了整整十年 班俊峰的堪家菜是铁掌蒸瓜干 铁掌去壳用生姜和料酒反复煮沸 清理干净 踢骨处理后的铁掌放入砂锅 依次加入老母鸡 牛排 葱姜 八角等数十种配料 炖煮十个小时 炖煮软烂的铁掌切片后 与哈密瓜干一起码盘 还要再蒸十分钟才能出锅 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换来这样极致的美味 进入了咸鲜味的哈密瓜干 仍保有脆甜可口的水果口感 铁掌却得益于哈密瓜的清香 完全没有了星山 口感又糯又谈 风味独特 这里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勒市贝林哈日末东乡下热勒金村 没有人会想到 在中国西部的一个小村庄 会出现近乎三百里 汗淡发荷花的美景 而实现这个美景的 就是四十八岁的王燕林 王燕林是土生土长的贝林哈日莫敦乡人 受父亲影响 他从小就喜欢荷花 十四年前 王燕林放弃了朝市晚八的工作 找了一块地方开始种荷花 荷叶粉蒸肉 借鉴一道南方名菜 王燕林将牛肉腌制入味后 与糯米一起裹入荷叶中 上锅蒸熟 其味清香 肉质咸鲜适口 非常美味 软炸荷花是济南名菜 是把新鲜的荷花瓣洗净 裹上面糊炸酥后 沾上白糖或蜂蜜食用 橙菜颜色淡雅 百里透红 十枝酥软芳香 甜美爽口 是夏季沿袭上的实鲜甜菜 从花瓣荷叶莲藕到雨虾螃蟹 王燕林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 描绘着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美好蓝 有毒吉的荷花瓣 鹏 冘独托搁